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回到极简实习生 我是Dan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在断舍离的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有丢东西上面的一些 选择性的障碍 就是一些困扰 这些困扰呢 让我们经常不知道 这东西到底是该丢 或者是不该丢 我还记得呢 我在EP2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是录Podcast 所以只有声音档 我有跟各位分享过 断舍离的起手式 也就是在断舍离的时候 我们可以运用哪些方法 来帮助我们判别一个物品 到底该去还是该留 那如果你没有看过 没有听过的朋友呢 你不妨可以去听听看 跟各位稍微复习一下 当初呢 我跟各位分享的两个 断舍离的原则就是 时间轴还有关系轴的概念 时间轴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定义出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呢 物品有没有跟我们产生关系 有没有产生连结 讲白话就是在这段时间内 我们有没有使用这样东西 那这个时间通常会定义在 当下 现在 当然不是说今天 明天 这么短的时间 通常对我来说啊 它大概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 当然你不可能定义五年十年 因为这样就不用断舍离 东西都囤下来就好了 那另外关系轴的意思呢 就是把自己当作是轴心 OK 去定义出自己跟物品的关系 通常在过去啦 我们都会把物品当作是中心 然后以物品作为考量 当你说出丢掉这项东西 很可惜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是以物品为中心哦 所以我们在练习断舍离的时候呢 就要去练习把自己当作是中心 去问自己 这样东西对我们来说 适不适合 这个就是以 人 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去 确认这段关系 好 那么今天呢 我想要再跟各位分享三个方法 当我们在确认物品的时候 可以怎么去思考 这三个方法其实是来自一本书 叫做丢把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本书是我在2018年 开始断舍离的时候 买的第一本书 也是我买三下英子女士 所著作的书的唯一一本 我不是买断舍离 而是买丢把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实这本书里面呢 蛮多内容呢 都还蛮实用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不妨可以到书店参考看看 三下英子女士呢 她在书中其中一个篇章 有稍微分享到 她认为呢 把时间轴跟关系轴确认之后 我们可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呢 再访问自己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物品对我们来说 到底必不必要 我想聊到必不必要这件事情 很多人一定会问说 很难去判别 到底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 书里面它当然没有举实际的例子 那这边呢 我想跟各位分享 我自己在练习时候的一个心得 我觉得一个东西的必要或不必要呢 如果用很严谨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 这个东西对你的生存 是否会产生影响 举个例来说 或许丢掉一件衣服 或者是丢掉一件鞋子 它可能对你来说 没有很直接的生存影响 你可能还有替代物可以使用 所以它就是一个 何有可无的存在 但是如果你把它想成是水 或者是食物的话呢 其实你不能不喝水 你也不能不吃食物 所以这两样东西对你个人来说 就是绝对的一个必要性 好 那么伴随着水跟食物 这两个条件 而下来的 你就得思考到 OK我们要喝水 所以需要杯子 我们需要水壶来煮水 我们需要锅碗瓢盆 来料理食物 跟盛装食物 OK 所以这些杯子也好 锅碗瓢盆也好 水壶也好 它相对来说 就变成是必要的物品了 而必要的物品 当然我们在持有的过程中 就需要去考量它的量的问题 而这个数量呢 就是适可而止 不是在家里头堆满了 满坑满谷的杯子 或者是锅碗瓢盆 所以锅碗瓢盆杯子 它是必要的 但是它有一定的数量的限制 这个东西可以根据 你家里头的人口数量 比方说你是家里头有四个人 还是只有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居住在这个空间里头 甚至你也可以考量到 你的家里头 是不是经常会有朋友来做客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你可以准备 刚刚好的数量就好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考虑 一个东西对你来说 究竟适不适合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之前我有分享过 过往呢 我是一个街舞老师 那么在跳街舞的过程中呢 其实我自己过去 不太会去打扮自己 那当有一天 我变成老师的时候啊 印象很深刻 我的老板呢 就把我叫进办公室 跟我说 诶 你这样穿搭的方式 太像学生了 不太像是一名街舞的老师 所以他建议我呢 可以开始去打理 我自己的形象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去思考 开始去参考很多国外舞者的穿搭风格 去买一些可能比较宽 比较松 比较垮的这种衣服 然后开始会去买一些帽子啦 等等的配件 让自己在这个形象上面呢 变得比较像是一个 大家认知的街舞老师 而不像是一个只是跳舞的学生 那当然呢 随着时间过去 我现在个人已经没有在教课了 可是我还是会跳舞 我通常都是在家里头 或者是到比较户外空旷的场地去跳舞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太会去穿一些跳舞的衣服了 我就可能穿一件棉裤 一般的运动服 我就可以去跳舞了 所以通常不太会再穿到那些 比较hip hop 比较宽 比较垮的衣服 所以这些衣服呢 后来我就选择割舍掉了 所以现在我只保留下 我现在在工作上面 或是我日常生活上面 常穿的 符合我自己现在穿搭的风格的衣服 第三点呢 就是这样物品会不会带给你快乐 很多时候我们在判别快乐或不快乐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陷入一种困扰 因为可能没有那么的快乐 或者是也没有特别的感觉 那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来说快不快乐呢 好 没有关系 我过去其实也陷入在这种问题困扰里头 后来我发现啊 其实我们与其问自己 这样东西能不能带给我们快乐 不如反过来问 这样东西会不会带给我们困扰 或者是带给我们不快乐的感觉 举个例来说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交往的经验 所以那有可能呢 你过去的另外一半 现在已经变成你的前男友 或者是前女友了 那当初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 可能会留下蛮多共同的物品 比方说生日的礼物 或者是某些过年过节 或者是出去旅游 所买回来的纪念品 这个东西留在你的家里头 留在你的身边 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是有一种淡淡的哀伤 沉溺在那种不舒服 不愉快 悲伤的情绪里头呢 还是其实你觉得 你跟当初的另一半是和平分手 所以感觉起来 这张东西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如果说你们还是朋友 还是可以联络的一种关系的话 或许这些东西对你来说 就不会产生压力 留着或许对你来说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但是如果在分手之后 大家可能闹得非常不愉快 然后心中充满的仇恨 那我就会建议或许看到这些物品 让你产生不愉快 不开心的记忆的时候 这些物品其实是可以割舍的 就不一定要这么的强迫自己留在身边 可以立刻把它烧毁 OK 好 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 这东西能不能带给我们快乐 或不快乐的一种判别方式 你可以问问自己这样东西能够带给你开心吗 如果没有办法判别 就问问看这样东西 是不是会造成你不舒服的回忆 同时在书上呢 其实三下因子也提醒我们 并不一定要三个东西 就是通通满足 其实你只要满足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就可以 有足够的理由 跟我们脱离关系了 比方说你可以问问看自己 这样东西对你现在来说 到底有没有在用 你可以问这样东西 是不是符合你自己现在的生活的一种风格 或者是你自己生活的一个状态 一个习惯 同时你也可以问自己 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到底快不快乐 举个例来说 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已经产生压力了 让你不舒服不愉快 就算它是你唯一使用的一个杯子 可能是你的另一半之前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那么其实你还是可以把它态换掉 换一个新的杯子 不要让你的生活产生这么多不愉快的经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从书上得到的一些想法 想跟各位做分享 只要你在练习断舍离的过程中 对于物品到底该丢还是该留 又或者是你在购买一件新物品的时候 当你要把它带入你的生活中 你也可以透过这三个不同的条件 去检视一下 究竟我该买它吗 还是不该买它 那如果你有充分的去思考 充分的去理解这张物品 跟自己的关系的话 那么或许你就可以把它带进你的生活中 或者是你就可以更坚决的跟它say no 不要让它进入到你的生活中 成为你生活的另一个负担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节目内容 短短的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或多或少的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为你准备的节目内容 别忘了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也欢迎您订阅支持我的频道啰 我是Dan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